內地有關 風暴道竹趨責菲律賓南部 超过5,000人要疏散 杜娟带来的大雨令到多个地区水浸 当局说有几十条村被淹没 超过5,000人才来到临时避难所 在重灾区之一的南苏里高省 部分地区水深及腰 救援人员用小艇接走被困的民众 杜娟是今年第一个摧疾菲律宾的风暴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 杜娟会继续向偏西的方向移动 未来几日仍然会有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